您知道什么是救命水吗 每当全台闹水慌 地下水就成了抗旱的救命水 地下水不仅是台湾第二大水源 更是老天不下雨时的救命水 每一滴从地底取出来的水 可能都经历上百上千年的光影 但现在这些救命水正在快速地流失 您知道吗 大多数的人以为地下水看不见 就与自己无关 殊不知 这地底的暗流缓缓地消失 却深深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因为降雨不均 即使年平均降雨量有2500毫米 约9501吨 但台湾地势陡峭 河川短而流及 两成的雨水直接蒸发 六成借着河川流入海 5%渗透地底成为地下水 可以使用的只有总雨量的15% 剩下不到136亿吨 农业 民生 工业以及养殖用水 台湾年用水总量181吨 超过地表水的负荷 短缺的部分就得抽取地下水 很多地方很多国家地下水 都是当作救命水 你把救命水当作是常态的水才用的话 那你当然需要叫救命的时候 这个水就会不够 这也是高铁云林地层下陷最严重的地方 这个桥墩上装有一个测量地层下陷的钉子 光是去年一年之内 这个钉子就往下降了4.6公分 从民国六七十年开始 政府大力推广水产养殖 自然让当地的养殖户在短时间致富 却也间接种下了地层下陷的恶因 因为在宜温的养殖必须来大量地来 其至于地下的淡水 来保持我们这个宜温的水质以及水温 所以产生了大量地下水的抽取 那自然的它就加速地地层下陷 对土地超限利用的恶因 导致了地层下陷的恶果 从前的燕温村逢雨必烟 灰色墙上刻画着新燕的标记 这就是著名的燕水墙 平东享誉国际的农产品 黑珍珠联雾也是无心插柳 自在南平地屋地层开始下陷 它下来开始有减分 大家才发现减分的燕温 它的蚊是一块钱 美丽的错误只是巧合 但过度不节制地开发地下水和人为破坏 云林和平东成为全台湾地层下陷最严重的县市 全年最大下陷数率达到6.8公分 根据国科会的调查 台湾一烟水地区总共有1,150平方公里 其中云林县就超过了五分之一 共有250平方公里 云林口湖湘的成龙湿地 原本是一片龙耕地 因为地层严重下陷 加上1986年 维恩台湾来袭时海水到关 从此积水不退 并随后转变成为后鸟栖息的湿地 这个湿地跟圈子 它会变成是一个环境学习的场地 被居民放弃的农地 现在却成为台湾重要的后鸟栖息地 营物局它开始思考说 有没有可能更进一步的 是让当地的居民 更能够去认同这片土地 所以那时候他就邀请了 关书交易资金会进来 带动当地的居民 大家一起来关心 这一片泡水的土地 湿地是陆地和水域间的缓冲 郁郁着丰富多元的生态 但是讽刺的是 这片湿地的形成 竟然是人类过度开发 遭到大自然反扑的后果 我们现在失去的农地 是已经不可变的事情 那我们要学着去解答它 也许它会有更好的发展 曾经台湾的地下水 源源不绝地自地已冒出 流经的土地长出作物 喂养动物 是孕育生命的水 但人们的贪婪 让这股清泉遭到污染甚至消失 水与土地相生相习 有干净的水 才能种出健康的稻米蔬果 没有污染的土地 才能留住干净的水源 唯有保持一颗谦卑的心 顺应天道 人类才能永续 未经许多赁转发生的放异 未经许多赁转发生的讯会